大家好 我跟大家 想讲 如何在中国 把银行卡 说了这写错了 这不是根相 应该是更新 更新个人信息 那么好 我首先跟大家讲讲基本情况 就是比如说 在外 外国人在中国怎么办银行卡 那么如果是中国人 外国人在中国办银行卡就很简单 你就是拿着外国护照 去银行帮你应该就可以了 这是我这次 2024年 8月份回国的时候 我问下来是这样的 那我的信息呢一定不太一样 我是什么呢 是更新个人信息 那为什么这么说呢 就是说以前呢 对吧是中国公民 后来转成美国国籍之后 那么我的银行 银行卡的信息的话 那都是用中国省根证办的 所以我回去的时候 我一回去 当天 第二天 对吧 我就怕生怕这个 比如说这个公安局 或当地的那些派出所 刁难 所以我当天一大早就拿着 户口本啊 美国护照啊 对吧 就外国护照 去当地的那个派出所 去办你的退 那个消货手续 我们我就想把 我就是想把 我就说什么事都刚刚见见 对吧 不要 把各种东西都混在一块 对吧 凡事都是 规规矩去 然后把我去办 办了这一办过程中 他就说 要把我的身份证收回去 那我想完了 我去银行的很多事情都办不了 因为我很多银行的信息都六七年没有更新了 对吧 银行卡都太旧了 这银行卡都可能十几年的银行卡 在用微信光领的光领不散了 不能支付了 我就咯噔了一下 我说应该跟那工作人员说 哎呀 那个我暂时不办吧 对吧 我过两天再回来注销 因为我知道了我的手续 我的财量已经齐全了嘛 哎呀 当时呢 就是稍微还是少了一点信 我就办嘛 办完之后 我就发现不对 哎呀 我去银行办事也没有 没有那个身份证咋办 因为我没有银行卡 也没带回去 那咋办呢 上班不了了 但是我还是去银行 中国建设银行 对吧 去跟他们聊了一下 那么到谈经理跟我说 像我这么情况 那咋办呢 我已经不是中国公民了 我身份证也没了 我现在是美国护照 那相当以前的 以前在中国的那个我 跟现在在美国的我 虽然同一个人 但必须需要公证 对吧 公证我怎么弄呢 给大航经理还是很仔细 而且我发现他们还是很有接应 就是建设银行 可能是大航 大航有关系 对这种色外事物 还是很有经验 他就说哎 你到美国美国使馆去 对吧 给人开开开一个公证 来证明就以前的你 就以前跟某个身份证号 关联你 跟现在用美国护照 你是同一个人 对吧 那么好 我就去美国那个美国领馆 美国领事馆去那个 开公证了 那么 公证开好之后呢 我就带着旧的身份证复印记 刚好还有一本我就多了一个新颖 对不对 尽量多准备一些材料 你不能啥都不带 都带那么一个材料去了 人家说哎 这材料少一个右的过来 先去搞一下过来 麻烦 所以一把材料全部带齐 多倍一点 对 我就带了旧身份证复印记 还有户口本 户口本里面有个小户证明 证明是那个 然后呢 我在美国领事馆开具的公证 对吧 就是身份证号 跟我美国的外国护照 是同一个号码关联的 然后呢 在那个美国使馆也带上信金 或者外公信用卡支付 然后呢 带上外国的护照 对吧 我跟你说很搞笑 你看我说带上信金 我呢 幸亏去办理业务的时候呢 他是这样的 你进入使馆之后呢 你进去之后 他暖冬 很多包包都放在外面了 你就带着你的所有的材料进去吧 对吧 但进去之后呢 最后呢 实际上他是要开公证的话 他要付款了 这就是美国使领事馆的那个缺陷 他网站上没说公证要收费 没说对不对 我呢信款还带了点信金 刚好呢 回国呢 人家一些家长给我一些红包 哎 我给小的红包 我放在书包里 哎 我就出了哪里信金 你不能用危险之负 你或者用美国信用卡 来说什么银领啊 Visa可以 Visa或者American Express可以 但你想我回到中国 你奇怪 回到中国的时候 你用MX Express或者是Visa的信用卡都不能用的 哎到美国领事馆进去可以用 你随会准备这种 嗯这个我那天去的时候我就对吧 我我出去的时候我情报我都不带了 对吧 你都里面的那里面的这个美国这个驾照啊 或者信用卡在里面 我都不带我不带着因为没法用嘛对吧 就手机带来就行了嘛 哎 有些人就出了个问题咋办 没有钱啊咋办呢 哎通过叫人家给他点信金啊 或什么之类的 然后微信给他转一转 对吧 或者我还自己拿银行卡啊 或什么下来去 所以我还快速办理 那么接下来讲这个好吧 这个呢是什么呢 这个啊 这个呢就是美国领事馆的信息啊 如果你需要公民出预约的话 就通过这个网站 通过这个网站进去 好吧 网站我放在下面的话 就是美国大美国驻华大使馆的那个公民预约服务 那么好 你看啊公民服务处必须预约的服务项目 包括你看办理工程 你必须是要预约的 所以我会去职业通过网站上预约 那这些是不需要预约的办理工 对吧 然后再讲讲你看非移民行政 我是陪我父母去办的非移民行政 位于南京西路 美龙镇广场八楼 然后移民行政和美国公民服务处呢 是位于南这个九楼 你要搞笑吗 我去帮你的业务 一开始我以为美国公民服务处 那估计可能老美蛮多了 结果上去里面 基本上也是中国人 我跟里面的公众人也太玩笑 我说这里 到底是美领馆还是中国的史华 对吧 好了就就就就讲 就接下来就讲这么的信息 然后如果你非移民行政 到广场之后呢 他里面会有穿制服的人 排队在外面等着你的 就说哎 你要出示你的运约 面前那个那个调新码要好 那些区人业对吧 然后他们给你分发一个号码 然后你拿号码之后呢 就慢慢会就是往前走 然后你前面围栏那个一个路口地方 他会让你进去 如果你没有那个号码 他也不让你进去 但是如果是美国公民服务的话 你只能拿到护照就可以直接往里进去 但是有些业务是不能帮你的 比如你公正的话 他必须预约 而且我预约的话 比如说我是预约了下午几点啊 一点半比如说啊 那你只最多只能提前一小时 半小时去比如说 我呢是因为陪我父母亲 在排完之后想试试 能不能成功 我就提前进去了 进去人家是让你进去 就是说门口让你进去 但是你这么楼里的就不让你进去 他说哎 你的你的一月时间是一点半 你来太早了 所以我后来下午又去的 好吧 然后接下来就这么多啊 跟大家分享 有什么问题 请大家可以啊 那个那个留言题目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是的 谢谢大家 感谢大家 喜欢的 频道